彰化我们先看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刚刚过的一个公投 不同意票全部四个公投 全部大于同意票 连莱猪都赢了9700票 大概将近1万票 那合四的话就赢2万多票 你就可以知道彰化基本上公投 这公投虽然投票率只有37%不到 可是基本上不同意是大于同意 这彰化是非常明显的 你要晓得很多人都讲说 北部大部分都是同意 可以跟不同意并价 而且还赢一点 我们南部地区高雄 屏东 台南 基本上不同意多 彰化也赢了 不同意也赢了 这是第一个 你看看彰化那个差距更大 两个特色 第一个张全国的34比21 这是民进党对国民党 可是彰化你知道多少 40比17 哇 差距这么大 民进党大幅增加了将近8到10%那么大 在彰化 民众党全国有17%的支持度 彰化居然有23% 还大于国民党 其他地方大概所有22个县市 大概只有一个彰化 赢了国民党 就是国民党 大概在22个县市 21个大概都领先民众党 大概3到4% 那领先大一点的呢 这个还可以大到这个5%6% 可是呢 只有彰化一个地方 民众党大于国民党 所以根据这两个 赢了6.3% 6.3% 那个已经非常大了 那个不是误差的范围了 这就可见 可是相加还是差不多 我所谓相加的意思 民众跟国民党合并起来 大概跟民进党差不多 所以蓝绿的比例还是差不多的 如果他们两个合并的话 那除非是激进党这些小党呢 再灌给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有一些基本盘 还有些小小的一些 所以从这里看彰化 我认为几率甚至于比台中还要大 我认为甚至于比台中还要大 理由非常简单 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哪里 很重要的关键 民众党提不提名 可是我个人认为 蓝白河是假议题 现在我看蓝白河 为什么叫假议题呢 因为事实不可能 理论很美好 理论非常美好 就是说蓝白河可以对抗民进党 在地方选举 还可以守住非常多地方 可是为什么事实不可能啊 因为我自己参与过 最早的所谓整合 你要晓得我拿我本党的人要选举的人要把他压下来 而且还不是自假压矣哦 是做完了一次民调 把最高的人跟党外的一个人去做民调 然后还要告诉他你输了他 全党的人都不能选 你要晓得这个当时蔡英文是花了多大的力气 我的理解去压制党内 他当时还要安排政见会辩论会 党内的整合民调 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二 这个条件叫做 整合两党的默契要完全 如果假党有议员 乙党也有议员 不可能是党协调的 你协调给假党 那乙党的议员不就结束了吗 当时柯文哲就这个条件 他一人自己的人选议员都没有 他是先把条件要讲好 我如果做市长候选人 我就全部由民间党的议员候选人来听我 我跟所有民进党候选人备合 这样整合的 所以他答应了 所以不只是民间党要答应这个条件 说我要希望跟你合作 那个备整合的柯文哲也要成 我完全一个议员都不能提 否则的话 同地方有两个议员 一个选取两个议员 我做候选人 他做候选人 他不做候选人 怎么办呢 这是两个政党不同的 不可能的 单单这两个条件 国民党跟民进党现在不具备 根本不具备嘛 他们两个除了 所以我就说理论可以讲很好 从民调上来看 两个相加 足以对抗民进党 可是两个不相加呢 那就民进党就大有机会了 这点在做 因为有我们候选人 国民重党一定要合啊 所以我说理论非常美好 一定合就能赢嘛 对对 可是不合的 可是合的可能性很低嘛 事实不存在 是因为那两个条件不存在 党要很有权威 要求自己党内的不能 否则你看朱立伦可以押住蒋万安吗 他押得住 他押得住蒋万安或者任何一个罗志强 或者谁要选台北市 他押得住 他押不住 他怎么叫人家整合新民调啊 更何况 柯文哲他可以押得住 那些他下面要选议员的 全部不顿选 他已经提 他已经提人选出来了耶 民众党的地方议员的人选 最近都已经出来了 新议员都洒出来了 他能够规定 他今天可以跟张化讲说 因为我要跟国民党整合 张化的民众党议员全部停止 他可以一句话这样讲吗 那他的支持度就马上下降了吧 所以就可见 所以我说一个中央一个地方的 有这个议员上面一个下面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两个党就不可能合作 好了 既然不可能合作 蓝白和在我来看 就在今年2022 就是一个假的 喊一喊可以 因为国民党心急啊 他怕台北市黄山丹拿15% 国民党能不危险吗 15%还不大吗 因为民进党最差在台北市 最差35到40%少不掉嘛 那你说这个他对 这个第三者拿了15% 国民党当然就在危险边缘了 那脏话那民进党的 这个基本盘又非常大 那还得了吗